主播我們今天看到那個 載著安倍晉三遺骨的禮車 已經緩緩從安倍晉三的家中出發 大約二十名儀仗隊的護送下 那個遺骨緩緩地從朝向東京舞蹈館前進 那這次日本國葬儀式 會有包括七百名外國 外國有人在內 總共有四千三百人會參加國葬儀式 日本政府為了確保國葬 能順利地舉行出了 宣布維安規格 比照東京奧運 也從日本各地調派警力增援 總動員的警力人數更上看兩萬人 就連首都高速公路 以及周邊的道路 也會進行全面的交管 全力確保里車 以及相關人士行進路線的警備 滴水不漏 日向安倍晉三在七月八號 在南洋線進行參院浮現時 遇刺身亡 那有鑑於安倍晉三是日本在位 最久的首相 在位期間長達三千一百八十八天 那留下了安倍經濟學 以及印太戰略思維等左右日本 以及甚至全球政局的重要政策 獲得全球國際的高度評價 日本岸田文雄 首相岸田文雄也決定 替他在二十七號 也就是今天舉行國葬 這也是日本自前首相 吉田茂以來 戰後第二次替與故的首相舉行國葬 除了國葬儀式以外 日本政府也在會場外的九段板公園 設置獻花臺 開放一般民眾獻花 原定今天的開放時間是臺灣時間早上九點到下午三點 但因為一早就湧入了大批的民眾 排著很長的隊 為了舒緩人潮 日本政府也提前半小時開放民眾 進場獻花 那除了獻花儀式外 主一式則將在臺灣時間下午一點開始 安倍的遺固會先被供應到國葬會場 也就是東京的日本武道館 而日本自衛隊則會負責相關的悼念儀式 還會名放代表首相身份的十九香禮炮 向安倍晉三致上最高的敬意 接著由日本官房長官 也是這次國葬儀式的副委員長 松野薄一主持國葬儀式 而這次國葬儀式的奠基會場 這是由安倍晉三生前最愛的副師匠 唯一背景設計而成 儀式開始後呢 會先演唱日本國歌 然後接著會進行莫導 並且在 並且在國葬會場上 播放安倍生前的影像 功課借評調 接著那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以及參院會長 以及安倍的友人 前首相菅義偉都會上來致道詞 那如果有更新的情況 我們也會替各位 替民眾 替觀眾報導